各位主席,眾所周知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法》和《國徽法》系列日本港基本法附件三個全國性法律 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二款 必須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為此 香港特區在1997年7月相應制定《國旗及國徽條例》 2020年10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對《國旗法及國徽法》的修正 特區政府隨後提出2021年《國旗及國徽修訂條例》草案 以便在本港實施適用的規定 當時立法會成立了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 本人也是委員 經修訂的《國旗及國徽條例》在2021年9月29日獲立法會通過 並在同年的10月8日生效 《國旗及國徽》是代表國家的象徵和標誌 經過修訂的《國旗及國徽條例》 只要是為了進一步保障國旗及國徽的正當使用 維護國旗及國徽的尊嚴 使市民尊重國旗及國徽 同時是提高市民的國民身份認同感和弘揚愛國精神 代主席 在審議2021年《國旗及國徽修訂條例》草案的過程中 部分委員在促整當局檢視並且修訂《區旗及區徽條例》 1997年第117號條例 畢竟《區旗及區徽》是香港特區的象徵和標誌 與國旗及國徽一樣 都應該得到法律保護及市民尊重 《國旗法》《國旗法》與《國旗及國徽條例》 以及《區旗及區徽條例》 實質上是一脈相承的 我們樂見政府當局採納議員們的意見和建議 提出《本條例草案》 使到《區旗及區徽條例》 能夠與經修訂的《國旗及國徽條例》保持一致 《條例草案》志在進一步 規範香港特區區旗和區徽的使用 並就區旗和區徽的保護及推廣事宜定定條文 以新定第七條定名 任何人如果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圖滑、顛污 踐踏區旗、區徽或其圖像的方式 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區旗和區徽是即屬犯罪 據當局解釋 以其他方式指一用詞 而以足以涵蓋任何侮辱、區旗及區徽的行為 一觀而言 在現實世界的法例 會按實際的情況適用於網上世界 執法機構會全面考慮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 並會因應資訊科技的發展 使用有效的調查和規證的方式 在案毀擇所得的證據是以判斷所涉行為是否違法 並採取適當的行動 同時以以修訂的第六條則就新增 不得展示或使用區旗、區徽圖案或區徽圖案的情況是定定條文 凡指種種 顯示條例草案已經是充分考慮區旗及區徽的獨特地位 以及在本港的實際的使用情況 代指席 正如本人在2021年國旗及國徽修訂條例草案 異讀恢復辯論發言時的強調 是完善法律條文 明確佛則 固然是重要 但是為了避免市民誤墮法網 如何就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 加強向公眾推廣和解釋 同樣是不用忽視的 以新訂第7A條 要求教育局局長 就將區旗及區徽納入小學教育及中學教育發出指示 有議員就關注專上院校是否也應參照相關的指示 向學生推廣區旗及區徽教育 此外根據新訂第7B條 通訊事務管理局可以作出決定或者指示 規定本地電視服務及聲音廣播服務的牌照持有人 在領牌服務內 是政府宣傳聲帶或者短片 是宣傳區旗、區徽及兩者的同案 我認為在新媒體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的情況之下 政府的相關宣傳推廣計劃 必須以時俱進 採取靈活多養的方式 接觸更多的新世代手續 代指席本人謹指陳詞 支持通過2023年區旗及區徽條例修訂草案 應該在這個組織上 皆正在這間請 出 Finished